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29日 今天是星期四 星期四的晚上 繼續跟大家說說香港的時事 這一節要說的是港共專家 這個港共專家 何柏良 就是出來 大大力炮轟 炮轟這個勞寵物 說現在取消疫苗通行證 錯失時機 又說現在 才來取消疫苗通行證 令到長者外出 風險大增 好 這些所謂香港專家 他們說話 是經常 是一時一樣 每一次他們 都是說到 相當關心 就是香港 市民 實際上他們說的話是不是真的那麼關心呢 這一節我們正正要揭露他們 經常 前言不對後語 跟盧寵謀 其實是差不多 唯一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盧寵謀 就是手握公權力 所以 經歷過就是2022年這一役 這個役可以用戰役的役來形容 又可以用防役的役來形容 經歷了這一場戰役之後 全世界 全香港 看得清清楚楚 香港的這些 所謂醫學專家 沒有一個 是有任何的公信力 全部 都是滿口謊言 前言不對後語 原因很簡單 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背後有政治的操作 背後每一樣東西要考慮到底中國大陸 跟北京 對他們的判斷 跟說法高興 還是不高興 到最後 就像北京那樣 只能夠180度大轉彎 這節我們在說之前要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這個PineBuy 記得快點打開你的PineBuy的Apps 快點點擊 因為 最近這個PineBuy應該是上了交易所 上了這個 xt.com 這個PineBuy大升 升了多少呢 你最好自己上去看看 我勸你一聽到這節的時候 請大家 不是勸的 請大家盡快打開你的Pine Apps 盡快點擊 挖礦 現在在xt.com那個PineBuy的價格 根據我現在錄音 我正在看的時間 現在我看到 是33 美元 那 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他升了 是66,090% 所以 不要管了 到底 賣不賣到也好 開了銀包也好 有理沒理 按下去繼續挖 這個 的確是有些意外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早已就已經覺得 扔了一邊 已經沒有空你去了 如果他真的能夠用這個 價格去交易的話 我們將會 就是全香港第一個 網台成功利用挖礦的方法 作為免費模式去經營 這個 假如真的成功 也相當值得慶祝 這個 就是大家堅持的勝利 希望是真的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現在你可能經濟能力許可 如果Pine幣真的是大升 記得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好 也請大家 記得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大法 這個原本我們的 idea 就是來自這個挖礦的 所以大家記得立即打開Pine Network 記得快點打開按鈕 如果你想加入的朋友 看到 Pine幣大聲很有興趣想加入 你去download 手機應用程式 叫做Pine Network 即是圓州 圓州率就叫做Pi Pine Pine Network 接著 輸入我們的名稱 我們的名稱 是John Tuesday World John是John Connor的John Tuesday World是本台的名字 全部世界 連同一個字 即是J-O-H-N T-U-E-S-C D-A-Y R-O-O-A-D 輸入了這個名字就會在我們的團隊裏面 你可以挖除之餘 也會使得我們的 戶口稍微加速 現在的速率已經跌到極低了 其實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說三次了 我剛才那一節已經說了一次 這節要繼續說 因為 不要管真還是假 總之 先按一下 我們會再遲些 可能會再跟大家詳細研究 那個教學 因為可能是時候真的可以買賣了 回來繼續研究這個就是 疫苗通行症 何柏良出來勞轟 說現在取消 就是錯失時機 他不是說錯失的意思 只是說 取消得太遲 他出來大大聲說 說不同意要在現在這個時候 取消疫苗通行症 說擔心 在冬季和新年來到 就會有大量沒有打針的長者外出 中招之後 就會重症 接著又會死亡 同一時間 他說香港和內地通關在職 認為應該規定來港者 就是要打針才能夠入境 在這一方面 其實我們也不同意 雖然我們認為 必須要限制中國內地遊客前往香港 最低限度要做強制檢測 陰性才好力 這個是全世界正常的標準 尤其是 說的是中國大陸 現在正在大爆發 不過你也不用擔心 內地的人原本就是下來打針 所以 其實他們要 逼針 對於內地人來說就沒有甚麼作用 本身 內地人就是對於外國疫苗 是非常渴求的 所以根本他們的所謂谷針政策 對於內地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催谷 說到義政嚴恥 即時看回 就是 在 大概一個星期之前 原來 何柏良說的話是徹底相反的 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出現 你到底 是為了反對勞寵謀 而說 還是因為你 是 這個 所謂的 醫學專家 所以說相關的意見 坦白說雖然我們 不認為反對勞寵謀有問題 但是 你是醫學專家 你的意見不應該因為 一個星期就改變 在12月20日的時候 何柏良 出來大大聲聲接受訪問的時候 說 今次 這個冬季疫情回落 應該要取消 疫苗通行證 和口罩令 當時 何柏良說本港防疫措施 較其他地方大幅落後 形容這個 就是武漢肺炎病毒已經變成有如感冒一樣 他認為 就是應該要取消相關的限制 事實上他所說的語出驚人也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當有大量的香港人質疑 你那麼關心香港人的安全 現在香港人很擔心 忽然之間要跟內地通關 內地有大量陽性的日子 何柏良又出來說甚麼呢 何柏良出來說 你香港人 出外旅遊你也不害怕 這個是心理關口而已 你外遊也不怕了 你反而怕內地 大幅質疑 就是香港人 擔憂 中國內地有大量的人感染 下來香港傳播病毒 你說這些所謂的專家 是多麼垃圾 香港人過去外國 情況當然是不相同 因為絕大多數 開放了的地方 那些地方 有足夠的防疫 而且 那些地方 已經進入了一個穩定的情況 而你前往 該些地方 那些地方 絕大多數的地方的公民都有公民數值 做好 基本的個人衛生和防疫 全世界也知道內地的情況是怎樣的 就算是內地 自己 的朋友 內地人自己也知道的 文明程度不夠 五毛又多 五毛說明了 誰怕誰 你又讓我讓 我也讓 我也讓了 我要去外面旅行 根本由始至終 一心 就是想出去傳播病毒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怎麼能夠 叫人們不擔心呢 全世界開放 基礎共識 就是大家 會做好基本的防疫 不是透過 政府用公共政策去限制 人們的自由流動 而中國大陸 背後是有政治目的 而這一群五毛藍絲 一心 就是自己中招 打算要去外面傳播 這樣的情況 還說相同 從來都沒有人說過 是要容許 一個染疫的人在四周圍 從來都沒有人說過 所以你說這些所謂的專家 說話 前言不對後語 不盡不實 每一樣東西 為政策服務 為北京服務 他批評盧寵茂 坦白說 我根本就不認為 他 是因為 就是盧寵茂 正在服務北京 相反 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 太多人 看到盧寵茂的情況 覺得 就是鬥低了現在的醫衛局 自己就有機會做醫衛局局長 所以簡單來說 香港的醫務衛生 根本 就不是在搞 任何的防疫 而是在搞政治鬥爭 令到這一班所謂專家 達至自己的上位政治目的 這樣的地方 搞防疫 真是信許一誠 雙目失明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克池 有三個酒店 為 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克池酒店 其實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我們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就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我們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